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充满人情味的这么一个社会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说 如果你的月收入是这个 三万 你是一个服务员 而另一个公司的大老板 月收入是五万 说白了 你做一个服务员 没比那个大老板收入少多少 而且你可能还轻松一点 但是呢 这样的话 在这个三万和五万的这个差距的时候呢 你觉得自己的价值也实现了 做一个服务员也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业 但是如果绝对公平 大家也没动力了 就像共产主义搞的是不行的 但是反过来 如果说还是这八万块钱 如果那个企业家那个企业老板 一个月收入是七万七 你是三千 这个就是还是总数还是八万 按照这种分配方式的话 谁会当服务员呢 大家都巴不得去当那个总经理 这样的话 社会的这个等级就出现了 总经理就显得很牛逼 服务员就显得很垃圾 所以呢 如果一提你的职业 你说我什么公司的CEO 好像就很高端的样子 其实就是个分配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有多少财富的问题 因为很多这个国家很穷的 你像宣押利的话呢 他用这种分配 他也是这种分配方式 但是呢 他的可操作的财产很少 所以人均工资啊 基本上在两千到三千之间 所以呢 你由于这个工资的这个水平呢 就因为社会的总体财富比较少 但是大家做什么行业 也是就做什么工作 也是一样尊严的 就是你有没有尊严 决定了财富是怎么分配的 而你能享受什么品质的生活 是决定了这个社会 究竟有多少财富的 给大家看一看 他们这边在修路 弄得还挺干净的 车也是大众的 这边有辆自行车 非常的漂亮 绿色的 远方啊 就是中心火车站 我现在去找我的旅店 因为我也想上车所 有点憋不住了 这段我就走走录一录 能录多少录多少 这边是个公司 好像啊 Study Body Media AB 看那个楼盖的 就很结实 终于让我发现了 乱乱垃圾的了 看到了吗 在这个垃圾箱 外溢之后 掉出来两个 这是目前为止 发现的唯一两个垃圾 还是在垃圾箱旁边 在这边